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9月22日下午的4点24分 这个视频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立湾区 前方机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山九步行街 这个视频大家来观赏这一遍吧 这些都是打包好的服装 因为这里啊,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 13行服装市场 特别多啊 发往新间的 因为现在北方啊,很多城市慢慢就变凉了 现在是春风了 虽然广州没有变连 但是的话,今天广州的温度啊 还挺绵爽的 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因为这个冷空气啊 已经到达了广州 又是广州的温度啊 没有前几天那么热了 就加上今天的风特别的大 现在走在路上特别的连爽 哇,今天很火爆啊 看到没有 要知道今天是周日啊 周日的这么火爆,有点出乎意料 看到没有 这里的店都是各种的服装店 这些红装都放上了秋装了 这些红装都放上了秋装了 对于广州食尚行 我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过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十分有名的 这个冬装 广州食尚行 在过去的话 它不是一个服装市场 它只是一个通商口岸 而且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就写到这里 在过去的话特别的发达 也从而造就了很多人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房子啊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房子啊 现在一目了扬了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房子啊 这些房子 就是过去留下来的 看到没有特别的漂亮 都是一些偶式建筑 现在这个食尚行的话 变成了广州 甚至华南 甚至全国 最大最有名的一个服装市场了 吵死了 什么情况 吵死了 哇 现在很火爆啊 看到没有 哇 人杀人海的 什么情况啊 哇 吵死了 哇 好多衣服啊 特别的滑满 八碗 这个猪粥的 这个也是猪粥的 特别的滑满 人来人晚的 八碗太圆了 大塞车啊 大塞车啊 感到有点奇葩吧 都塞车了 还在按按按按按按按个轨啊 特别的繁忙 看到没有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广州13行啊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服装行业可以说是一个永不落幕的行业吧 因为穿衣吃饭 是人必须的 人不可能不穿衣不吃饭吧 一个道理的 八碗河北的 八碗太圆的 特别夸张 哇 学家装的 现在的服装行业啊 现在对于过去来说没有那么好做了 因为在00年啊 那时候淘宝刚兴起 就洗了很多人 在网上开店 然后就装了第一桶金 因为那时候的网购啊 特别的便宜 比线下便宜很多了 当时的网购成为了一种潮流 就洗了当时很多一些网店店主啊 撞到澎南波嘛 虽然这几年 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了 但是的话这两年啊 又有着这个直播带货啊 虽然这个服装行业 迎来了第二春 直播带货的话 可以说是不需要铺租吧 在家里面 进行直播带货 有人买 只可以叫这个店家发货 你负责售卖就行了 太猴豹了 太猴豹了 我的选择在这里批发一批衣服 回到我老家卖了 只要广式可以 尽量可以 价格可以的话 是不愁卖的 因为这个衣服的话 也可以说是一个暴力的行业吧 因为这个衣服的话 也可以说是一个暴力的行业吧 只要你练大 在这里批发一件衣服的话 最低可以去到几块钱 你在网上装手一卖 卖几十块 甚至是卖三百块一件的话 那这个利用呢 真是挺夸张的 这一栋就是新中国大厦了 两栋都是做服装的 到处都是各种的打包好的 到处都是打包好的服装 大家看了这么久 好好好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服装行业啊 这个生意的话 跟以往啊没有多大的差别吧 并不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而变得不怎么好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网上买东西了 网上买衣服了 但是现在开店的 他都会做网店的 算是线上跟线下兼顾吧 只要线上搞得好 一样能赚到很多钱的 发生的时尚行啊 美女也是挺多的吧 好了 有你时尚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让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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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